李魏,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 在雍正朝,他升得皇帝宠幸,敢于挑战权贵 多次弹劾权亲一时的俄尔泰兄弟 更将多名高官拉下马 他支持维护底层百姓利益 曾与成亲王争地还给民众,他的权势无人能比 英国使节称他为二皇帝 但是在雍正去世,乾隆继位后 乾隆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 排挤了许多雍正留下来辅佐他的重要绳子 李魏似乎也难逃此劫 一,李魏捐灌祭 李魏,出生于江苏省丰县的一户富裕人家 他并不像其他公子哥那样喜欢读书 而是更乐中于武枪弄棒 也正是他的聪明才智和对世事的洞察力 使得他在后来的官场生涯中大放异彩 康熙56年,年仅29岁的李魏决定通过捐资的方式来谋求一个官职 他凭借家族的财力 成功捐到了一个宠物品的原外郎职位 虽然这个职位看似不起眼 但对于李魏来说,这却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上任之后,李魏展现出了极高的政治天赋 他善于处理各种事物 很快就在官场上展露头角 不到两年的功夫 他就晋升为了忽不郎中 这之后李魏遇到了一桩棘手的事情 当时,某位亲王下属在收脚白银时 总是多收食粮 还称其为库平岩 但是这种行为实际上就是一种贪污行为 但李魏作为一个新进官员 却没有能力去阻止 李魏并没有因此而气馁 他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 成功地揭露了这个丑闻 他在银库中设立了一个特殊的银柜 将那多余的食粮银子全部存放在这个银柜里 并在银柜上挂了一个牌子 上面写着某某亲王银钱 这个举动引起了舆论的关注 使得那个亲王不得不收敛自己的行为 啊,深受雍正赏识的李魏 李魏原本只是一介海门小利 怎会在日后飞黄腾达呢 他并非出身名门望族 也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 却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努力 赢得了雍正皇帝的青睐 成为了大亲王朝的一位杰出政治家 等于李魏被任命为户部郎中 负责管理国库 在这个岗位上 李魏展现出了自己的才能 成功地解决了许多财政问题 他也因此得罪了一些权贵 有一次 一位亲王企图贪污国库的钱财 被李魏当场揭穿 致使得李魏在朝中的名声大照 也引起了雍正皇帝的注意 雍正皇帝即位后 开始选拔兰财 充实自己的政治班底 他看中了李魏的才华和政治的品质 决定丑用他 于是 他任命李魏为云南研议道 主要负责管理盐运事务 李魏在任期间 不仅大力整顿严正 还严厉打击四颜贩卖 使得云南的严正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李魏的改革措施 却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 他们联合起来 试图阻止李魏的行动 面对这些阻力 李魏并没有退缩 他坚决执行自己的政策 成功地打击了私盐贩卖 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财富 雍正皇帝对李魏的表现非常满意 于是在雍正三年 1725年 李魏被任命为浙江巡抚 负责管理浙江地区的政务 在任期间 李魏继续推行改革措施 严厉打击犯罪 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他严惩贪污腐败 还大力整顿立志 使得浙江地区的政治风气 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雍正皇帝对李魏的表现非常赞赏 于是在雍正七年 1729年 李魏被任命为兵部尚书 加封为太子少父 此后 李魏的政治地位不断上升 成为了雍正皇帝的得力助手 三 李魏与乾隆皇帝 在雍正年间 李魏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 和勤奋努力 迅速脱颖而出 成为了雍正皇帝的得力助手 他不仅在政务处理上 表现出极高的能力 而且在军事方面也表现出色 在雍正皇帝的赏识和支持下 李魏一路升迁 最终成为了直立总督 位列一品高官 随着雍正皇帝的离世 李魏的地位也开始发生了变化 新继位的乾隆皇帝 对李魏的态度颇为冷淡 甚至对他的政绩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这让李魏深感不安 他开始小心翼翼的行事 尽量避免触怒乾隆皇帝 尽管如此 李魏仍然坚守自己的职责 尽心尽力地为国家和人民服务 他在任期间 积极推行改革措施 加强地方建设 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 他还严厉打击贪污腐败 维护社会治安 使得国家政治利益稳定 经济利益繁荣 在乾隆三年的一个风雪之夜 李魏因病去世 享年51岁 乾隆皇帝感念李魏的忠诚 下令按照总督律下葬 四号明达 在李魏的政治生涯中 他始终坚持为民服务的理念 坚决打击贪污腐败 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他的所作所为 赢得了人民的广泛赞誉 在他去世后 人民为了纪念他的丰功伟绩 特意为他修建了一座庙宇 以此来表达对他的敬仰之情 可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乾隆在几年后 又突然改变了对李魏的看法 对李魏的不满情绪却日益加剧 在一次难寻途中 乾隆皇帝无意间发现 百姓在西湖花神庙为李魏立池 这让他大为恼火 他指责李魏任性较重 非公正存存 甚至下令毁掉了李魏的墓 这无疑是给李魏的人生 画上了一个悲剧性的句号 回顾李魏的一生 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平民 一步步登上了权力的巅峰 他从为国家立下赫赫赞功 也从为人民谋福祉 在风云变换的宫廷斗争中 他却从为了牺牲品 这无疑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也是一个民族的哀伤 李魏的一生 虽出身富贵 却始终移民为本 青年为官 他的事迹 成为了后世传送的佳话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官员 为民请命 为国家富强而努力 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一步步成为了一代名臣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只要有坚定的信念 和高尚的品质 就一定能够实现 自己的人生价值 为国家和社会 做出应有的贡献